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韩国方面介绍 这些归来的遗骸都来自韩国泼州的一块墓地 而在过去的四年的时间里 我们的设置组已曾经三次到访这块墓地 见证了这些阵亡将士 在一国飘零的最后时光 2010年一次采访期间 我们偶然在韩国经济道西北 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 仅6公里处的一片农田中 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墓地 墓地始建于1996年 在这片面积不到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墓群中 埋葬着1100多具中国和朝鲜军人的遗骸 其中中国志愿军的遗骸360多具 这个墓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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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于此次遗骸交接的 政治和外交意义颇大 又担心部分韩国民众 会对送还敌军遗骸的工作 表示不解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 韩国遗骸发掘鉴定团 始终对外界保持低调 切决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2014年5月底 在遗骸交接完成后两个月 经过与韩国国防部 和韩国驻香港领事馆的 不断接触 我们最终达成了 对韩国遗骸发掘鉴定团的采访 中国군 유해를 송환에 보내기 전날 내가 이 시를 써서 그 보내는 마음을 표현한 거예요 시적으로 고인 죽은 사람들 돌아가신 분들도 정이 드는가 어느새 이 얘기는 무슨 얘기냐 하면 정확하게 100일 동안 437구 유해를 하루도 걸러지 않고 그 유해를 감식하고 유품하고 일치시키고 감식 기록기를 정리했어요 한국군 전사 실종자를 찾아오는 것을 대한민국 법으로 다 정해져 있어요 비록 적국이었지만 거기에 있는 인원들을 발굴된 유해를 우리가 안장해서 관리를 잘하든지 또는 이번처럼 이렇게 국가 간에 협약이 되어서 본국으로 송환해 주든지 기간에 협약이 되어서 기간에 협약이 되어서 중韩两国間 직접의遺骸交接 在此前并无先例 1954년 9월 1일 朝鮮战争停战 후的第二年 交战双方 曾经行了 历时一个月的遺骸交接工作 彼时的联合国军 供送还 郑王志愿军 遺体1万多聚 1991年9月 中方撤回了 留在板门殿的 军艇会7人工作小组 实际上也停止了 志愿军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 而在1981年至1997年间 韩方通过板门殿 供给归还了 43具中国军人遺骸 但按照惯例 这些遺骸都是通过朝鮮 移交给中方的 并且与朝鮮战争中 牺牲的大部分志愿军一样 被安藏在了朝鮮境内的 志愿军烈士林园 直到2013年6月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提议 使得中韩双方 首次就直接的遺骸交接 达成共识 437具在一国飘零了 60多年的志愿军遺骸 也因此得以回家 根据战后双方公布的参战人数 在三年的朝鲮战争当中 共有来自24个国家 超过500万以上的军人 在朝鲮半岛那片狭长的土地上 凹战 而这场战争伤亡之巨大 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极为少有的 根据联合国在1956年 通过美联社公布的数据 包括韩国在内的22国联军 阵亡和失踪的人数 是共计45万余人 其中韩国军人就占到了41万之多 而战争的另一方伤亡同样巨大 根据丹东抗委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 中国志愿军共计阵亡 183108人 虽然至今朝鲮官方 从未公布过其伤亡情况 但是根据相关专家的估算 朝方的阵亡人数不少于韩国 也就是说在惨烈的朝鲜战争当中 双方共计阵亡的军人是接近百万的 仅韩方还未找到的本国士兵遗骸 就高达13万之多 而在朝鲜半岛这片 三千里江山的土地上 究竟还埋藏着多少阵亡将士的遗骨 已经无从统计了 60多年来 他们在这片土地中沉睡 寂寝无声 如今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 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每一具遗骸的发掘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截止2013年 韩国遗骸发掘鉴定团 在本国境内 共挖掘到韩国军人遗骸 7658具 联合国军遗骸13具 朝鲜军人遗骸648具 中国志愿军遗骸425具 2014年6月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 韩方是如何挖掘和分辨 阵亡战士们的遗骸 我们跟随韩方一支挖掘队伍 来到位于三八县以南百余公里处 韩国横城的一座救战场 这也是韩方提议送还遗骸后 首次向媒体公开他们的挖掘过程 据韩方介绍 2014年他们的挖掘计划 包含三八县以南 和韩国釜山附近的74个救战场 现在在韩国境内 同时进行的挖掘点有30处 每天共有一千多名韩国军人 在这些地方工作 在每一处救战场开决前 挖掘团先会邀请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专家 对大量已知的史料和战争记录进行研究 并通过实地的考察和亲历者的回忆 对当时的战争位置和伤亡情况 进行深入了解 这次战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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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雲上時,現在用軍軍 dot碼 還能有抵 Koh 那當中央的人 被囍 雲上那些人都被困了 在有兩百個人裡面 我發現這位是 那邊… 那邊有狀態的軍隊 我們有選擇來 那邊的軍隊 在明确了战争位置和伤亡情况后 前期的调研人员 还需要完成一项极为繁琐和严苛的工作 将旧战场还原到60多年前战时的场景 他们根据史料记载的作战部署 和参战老兵的回忆 在每一个60多年前的士兵 可能出现的位置 插上红色的旗子 标注这里是重点的遗骸挖掘地点 与此同时 挖掘短的工作人员会用金属探测器 在每一寸土地上寻找战争遗物 一旦发现子弹 皮带扣等军用物品 便在此地插上一面蓝旗 标明这里有可能是士兵们经过的地方 一面蓝旗串联起来 还原出士兵们战斗时的移动路线 一面面红旗标注出的 是战士们具体的战斗位置 而每一个差异的地点 挖掘团的官兵都必须先挖掘到 战士的地表高度后 在根据呈现战争遗物的不同 进行更深的挖掘寻找 是战士兵的军军 是军军军美奈 所以我们许战争遗物的军军军 昨天,想把我看出来的 就是以前的坑 这个某種形状放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具白骨上还有四枚已经破损的子弹 这里是30cm吗? 身体有多少人呢? 现在回来的身体有160-165cm 年龄和年龄都没有出证 所以没有两脚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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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业 随后 挖掘团在距离这具残骸仅几米处的一棵树下 又找到了一块腿骨 这些肌肉里有多的肌肉 什么东西 没我 只能ו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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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히 자제분들 경우에 유복자라고 하죠 아버지가 전쟁터에 나갈 때 배속해서 퇴원하지 않은 그런 분들의 예언을 들어보면 저는 유교 세대가 아닙니다 제가 눈물을 흘릴 수 있게끔 만드는 분이거든요 105세 할머니 한 분은 아드님이 살아 돌아올 거라고 대문 색깔도 바꾸지 않고 이사도 가지 않고 항상 문을 열어놓고 사시다가 결국은 아드님을 찾지 못하고 通胞客人都 계出了 很多的社会 中国本身有一个人 特别的英国 出口有很多的社会 上世和 ort 以及专家跟专家 专家的社会 专家的社会 专家的人 特别的就是 要在乡家 对着感应的 派出口 对 instructor 朝鮮戰爭結束之後,超過18萬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陣亡將士當中,除了少數重點宣傳的戰鬥英雄和團體以上幹部之外,大多是按照犧牲地就近安葬的原則,埋在了朝鮮境內的烈士林園。 六十多年前,這些混沌異國的年輕將士們,實際上歸來著寥寥無幾,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永遠地埋葬在了那片血與火的戰場。 近年來,隨著中韓兩國的交流不斷地加深,朝鮮團隊旅遊也逐漸地開放,在絡繹不絕的韓朝旅行團當中,就時常能見到一些捧著父母遺像或者身著軍裝的老人。 他們有的是志願軍老兵,有的是烈士遺書。 來到朝鮮半島這片異國的土地,他們有著一個相同的目的,就是尋找那些六十多年未曾歸來的戰友、親人。 他們有著名的,就是尋找那些六十多年未曾歸來的戰友、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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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